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就是遺嬰的朋友 恭喜他們 因為英國今年冬天或是會最少四天沒有電用 而明年要交的能源費用 應該要超過四萬元 到底為什麼呢?有什麼事情令到他們要交這麼多錢? 稍後就跟大家說說 英國下個月 應該是九月份 就會舉行一個限電演習 避免在冬天的時候大規模停電 而引致大家非常不適應 但是問題是 你在夏天的時候省電 在冬天的時候實行 這政策真是非常高見 稍後就跟大家說說 而有研究說 今年首三個月已經有千多萬的家庭 在給予能源費用之後收入已經低於貧窮線 英國全國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貧窮戶 不知道有多少個移英的 是有這麼貧窮的呢? 稍後跟大家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留言訂閱文潔紳士內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跟大家說說 英國受到俄烏戰爭所影響 但沒辦法 為什麼呢? 因為英國自己也支持這件事 所以受影響 絕對 也是應該的 它的能源價格不斷持續上升 有些愛國媒體已經說 英國在今年冬天或面臨幾天沒有電用 另外有機構預測 明年起 英國家庭的年度能源開支 可能要高達4200英鎊 即是4萬多港幣 彭博社引稅報導指出 根據英國政府近期的預測 在最暗烈的情況下 即使緊急啟用一個延煤的設備供電 但是能源供應仍然是不能夠滿足於冬天時候的高峰期 所需容量 缺少 最少是六份之一的供應 但問題是 如果今年冬天很冷 你就不是這樣說 缺少的可能不止六份之一 你估計六份之一的時候黃絲還未移民 加上黃絲移民的時候 再取取這些電 那你要想想 可能不是缺少六份之一 是缺少六份之二 即是三份之一 都不奇怪 政府估計如果英國 今年冬天 氣溫低於平衡 加上挪威和法國 可能也會減少供電 自身難保 所以英國明年一月可能會有四天 沒有電用 如果這個情況是真的 英國就會啟動一些緊急的限電措施 減少向商戶和住宅供電 到時 鐵路的服務也可能會受到重大影響 商業、能源和工業的 策略部門的消息人士說 英國有高度安全和多元的天然氣和電力供應 相信限電計劃未必會實行 但這個世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最近都說不會的事情始終會發生 不過部門的消息人士未有否認到追安裂的情況 是否會發生 只是說不希望會發生 強調一切都是一個假設 並且向韓國葉林家庭保證 會盡能力提供電力和天然氣 但有些諮詢公司說 英國的能源費用 可能在明年的首季度 每年就要去到4萬元港幣 即是4266磅 在2022年4月份的時候 年貴能源的預計會升至42000磅 基本上是什麼意思呢 由對比今年和對比明年 其實那個升幅都會很高 另外文傑之前都說過 英國很大機會在今年12月再加電費 大家都知道7月份的時候已經加了電費 加150% 文傑之前也說了 收到消息說 今年冬季 有機會是今年或是明年年初 今年年初年年初 就會加一些農業費用 加100% 到時就不是4200英鎊 可能是6000英鎊 一個月大約 5-6000元電費 哇 爽得飽了 然後英國那邊 很搞笑 英國那邊 英國政府 在港元的能源說 應該都不會限電的 港元之後4天 他們就說 現在已經和能源 行業的一些 部門 商家 正在制定一些限電的措施 現在已經說到限電 厲害 為什麼要限電呢 就是要避免在今年冬季 有大範圍的停電 這是應急計劃的一部分 當局最快就會在下個月舉行限電演習 英國政府強調 能源 並不依賴俄羅斯 但是不排除大批民眾 或者會面臨 幾天的停電 哇 都挺正的 都挺正的 又說不依賴俄羅斯 但是為什麼 你們現在買的油 其實 捱那些貴油 都是俄羅斯的 你們為什麼又跪低 又說可以用盧布 去 付錢給俄羅斯 有時候有些奇怪 解釋不了 不過算吧 西方政治的東西 我們認識鐵 英國的獨立報引述兩個發電廠 和一個政府的消息人士就說 政府和發電廠已經準備在下個月進行一個能源 應急 措施演習 有一些政府已經要求審查相關的措施 確保在能源供應嚴重不足的情況下 怎樣可以確保國家 繼續地運作下去 沒有的 你不要讓人家開一些 大型的東西 例如 浪費電的東西 例如暖氣 不要讓人家開就算了 火可以讓人家開 暖氣怎麼辦 英國的 廣場 你可能自己 中央供應 中央調節 然後那些房子 你叫他自己作煙湯 在那裏燒木 那些東西 現在要劈定措施 冬天時候才劈 你劈不及 現在劈定措施 當局建議在9月或10月份的時候 舉行一些演習 到時會關閉油站 以緩解一些需求 關閉油站 很嚴重 真的很嚴重 為什麼 英國 其實是一個 很不集中 任何 商業、工業、住宅的地方 他們比較分散 商業就商業 住宅可能很遠 其他東西又可能很遠 所以如果他們不開車 等那些 巴士 大巴 如果他們買的話 一個多兩個小時才一班 再搭一個多兩個小時 再買一個多兩個小時的東西 再搭一個多兩個小時 再搭一個多兩個小時 一天就沒有了 六個小時 八個小時 那怎樣上班 沒有 8個小時的工作 用4個小時的時間就搭車 沒有假 沒有假 那你也還有12個小時 Work life balance 非常之 balance 每邊一半 很棒 我也覺得很棒 英國的商業能源 以及工業策略部的發言人 完全沒有說過任何事 沒有否認 也沒有承認 不過他透露 這些也有機會發生 盡量不會發生 第二次的回應 都是這樣 有些能源諮詢公司 總監說 現在的情況是英國今年冬天 將會非常難捱 如果出現一些非常長時間的寒冷情況 預料會導致客戶 會被要求減少 或者切斷一些供應 外界亦都預料當局 會要求燃氣發電 暫時減載 以減少天然氣的消耗 先儲存 民眾儲存 政府儲存 那些氣 到時就沒事了 但是問題是 現在 現在是夏天 夏天已經是熱死人 冬天又不知道會不會凍死人 但是我們只知道英國現在是窮死人 什麼意思 有個媒體的報導說有調查顯示 英國在明年第首三個月 即是頭三個月 會有大約1050萬戶的家庭 在付完能源費用後 恭喜他們 他們跌到一條線 貧窮 比例大約是全英國的三分之一 當地的貧窮戶的定義就是家庭收入中位數以下 60%以下 2021年收入中位數是 31000磅 即是30萬港幣 大概是這樣 貧窮戶的意思是18600磅 即是年收入大約是176000港幣 即是15000港幣 今年10月起 英國的家庭能源的帳單 預計會加到 大約每年是 34000港幣 今年10月 還會慢慢加 平均每個月消耗的電費是2800港元 明年就應該會漲到 超過40000港幣 即是一年的費用 是目前的1.16倍 但問題是他們都沒有計算 可能會加電費加到100% 那個水平 所以如果再加下去 我相信跌下去 貧窮戶的人不是三分之一 是起碼一半 有一個叫做 聖保銀行 他就表示 英國面臨政治不穩 貿易干預 還有能源危機 以及通脹標準 8分之9、8分之10 8分之8已經說 拍爛手掌 沒有終於都沒有加那麼多 但問題是 他每個月計算 你看看 通脹多嚴重 真是多厲害 所以 這個導致 倒退為 一個新興市場的國家 英倫銀行 亦都在上星期的時間發出一些警告 英國的經濟第四季之後 將會進入 全球金融海嘯以來 最漫長的衰退 導致GDP會跌到2.1% 與此同時 在今年十月份 英國的通脹 將會升穿 升穿 我們所聽的所有數字 之前說過 升穿10% 我們已經是 幸好那些黃絲走了 他們去英國 去哪裏 十月份的時候 大家知道 黃絲越走越多 他們通脹會去哪裏 英倫銀行預計 今年十月份英國的通脹會升穿 13% 聽到這個數字 有點開心 唉 他說 甚至可能是 不止預期 當然 他也說經濟可能是有機會是由雖減到 中急速的反彈 不過 去到2025年年中 GDP都會比目前的水平低於 1.75% 即是反彈 反彈 經濟衰退 你對比 三年之後的今天 還是比今天低 今天已經不好 但三年之後 他們預計會比今天 更差 聖保銀行的宏觀分析主管 亦都說 發佈一些報告 指出 英國越來越似一些新興國家 自從英國首相 布拉斯·Johnson辭職 目前由外交大臣卓惠斯和前財政大臣 各族一些補助 可能是9月5日出勞 而英國唯一不合乎新興國家的象徵 特徵就是 未見有一個貨幣危機 雖然在政治的夜風中多 但英鎊依然算是挺堅挺 沒有 由十幾元跌到下去只剩幾元 都還堅挺 都堅挺的 為什麼 因為可能是 香港多人換 有香港的市場頂住 但是如果那群香港的黃絲 最後都是不換的時候 最後會怎樣呢 我不敢想 大家想想 另外 銀行的分析主觀也認為 有領先指標都顯示 英國的經濟將會面臨更加多的痛苦 例如 7月份新登記的車輛降至152.8萬 去年同期錄得183.5萬 197年年 年代末期以來 到現時為止 最低最低最低 經濟衰退應該漫長而且嚴重 不太容易擺脫 那就叫黃絲幫忙買多幾架 不用煩 黃絲又說自己很肯勁 又要貢獻 說自己是天之嬌子 叫你們幫忙就行 英國 繼續 加油 不要讓我們笑到吐 不知道大家怎麼說 希望大家在下面 留言告訴明傑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留言訂閱明傑新事代品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